这是PS5手柄 这是XBOX手柄 这是Switch原装手柄 你们看是不是缺点它 没错 缺一个NS的Pro手柄 我最近想买一个 因为这个Switch原装手柄 很脆弱 玩街霸或者玩塞尔达 怕给它摇坏了 所以想买一个任天堂官方的Pro手柄 据说HD震动不错 买一个国行的带保修的 像这种手柄保修都是一年 但是有同学跟我说 买新手柄 国行手柄是可以严保的 于是我做了一下调查 我们以NS Pro手柄为例 它有很多档 最高级的这个档 就是全保换新 三年需要加49块钱 现在它价格是399块钱 国行的 就这个Pro手柄 跟这个不一样 是一个黑色的 相当于450块钱 把这个手柄的一年保修 变成了三年保修 而且是含意外险的 就是说它自己坏了 它能修 你不小心给弄坏了 或者摔地上摔坏了 它也能换新 那这个50块钱保三年 你们觉得值吗 那话又说回来 这个PS5手柄 我看了一下 它也有这种延保 也是三年全保换新 是59块钱 相当于活动价460 再加上60 520块钱保三年 其实也行吧 假如说你这个手柄坏了 坏了之后 你给人家发过去 再发回来 这个快递费来个两回 就超过60块钱了 但是这种是店铺 或者平台给的服务 我没用过 你们觉得值吗 这个视频主要就是这个内容 一个是给不知道的同学 一个新思路 另外一个是 各位用过的同学 给我一个经验参考 谢谢 再见